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印钞造壁总公司高级工艺美术师于敏爷爷 在钱币上雕刻花纹 仍然值得我们记忆 1980年于爷爷从美术院校毕业了 进入了上海造壁厂 他整整用了五年的时间苦练 通过在油土上做大量的食物写生 来一点一点的领悟造壁浮雕的技巧 油土是什么呢 是许多产品在设计阶段用来制作模型 雕塑用的泥土 1985年国家决定发行第四套人民币的硬币 就是我们说的钢盖儿 当时啊 年仅26岁的于爷爷 迎来了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他成为了钱币雕刻师 入行以来 于爷爷设计雕刻了一百多枚钱币了 比如 亿元硬币 牡丹币 还有2008年北京奥运奖牌的浮雕 还有啊 享誉海内外的熊猫币等等 几乎啊 一半的钱币花纹都出自他的手 自己的作品能够成为国家流通硬币的一面 是每一名钱币设计师的梦想 他用作品在方寸之间凝练着历史 承载着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